大家好,我們今天有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能夠請到前警務署署長李明葵先生 和我們做個專訪 Hello,李Sir 你好 你好,李Sir 自從你07年退休之後 到現在都十三年多了 介不介意和我們分享一下 你退休後的生活和近況呢? 好,我07年的一月退休 其實退休沒多久 我有一份義務的工作 這個工作是為一個叫做 香港公共行政學院的機構 做一個義務的院長 我們的工作就是培訓內地的公務員 當中包括一些內地的警務人員 過往的十三年級 我一直都是做這份工作 除此之外,我還有其他的義工 有時候會帶一些老師回到內地 看看內地的發展 有時候帶他們介紹一下內地的文化 或者是中國的歷史 李Sir,今天是我第一次和你見面 發覺你真人真的很高 以你身高這麼有優勢 你年輕時有沒有想過做專業籃球員呢? 我年輕時的確是很喜歡打籃球 但是沒有考慮過做職業的籃球員 因為職業籃球員的水準是很高的 我基本上達到那個水準 但是就因為我喜歡打籃球 可以說引了我進去警察部做警察 原因就是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就是大學的籃球隊的成員 當年我們大學籃球隊的教練 也是香港警察籃球隊的教練 有一次他就說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和警察隊一齊聯播 我在大學三年級 就開始和警察籃球隊一齊聯播 到第二年我畢業 四年畢業的時候 就很自然做了警察 七十年代的時候 很流行有一句說話 是說好仔不當差 當時你又加入了警隊 你怎麼看這句說話呢? 這個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因為當時的社會風氣的問題 貪污各樣東西就影響到警隊 那個年代的確有人說好仔不當差 在七十年代開始 就警隊有很大的改變 廉政公署成立了 社會風氣也改變了 由七十年代一直到現在 警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所以現在這句說話是不應該再說 也不會被人接受 那你可否比較一下 你退休之前 和你當差的年代入職的警察 他們的能力和心態上 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很簡單 若從警察的招募短片 你會看到 在七、八十年代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甚至九十年代初期 都會以比較優秀的服務條件 人工高 晉升機會大 去做吸引人 但是近年的警察招募 主要是說警察的責任 對社會的貢獻 這個就反映出 其實以前很多同事入職 他們真的會是比較重視 是說待遇、薪酬 但是現在很多年青的朋友 是做警察 他們真的有一個抱負 他們覺得警察的工作是有價值 對社會有貢獻 而是加入警隊的 這個我想是兩個年代入職的同事 一種不同的心態 李Sir 剛才你提到 當你入職的時候 你媽媽都有些意見 其實我知道 經過去年社會事件之後 有很多人想加入警隊 但是顧慮都很多 你有沒有什麼忠告 或者說話可以鼓勵一下大家呢? 警察的工作 一點都不容易 也都有相當的危險性 但是香港警察是一個專業的組織 所有入職的警務人員都會受過專業的判分 當中是包括學識 怎樣保護市民 怎樣保護自己 所以將那個危險的程度減低 其實警察是一個對社會 是一個很大作用的組織 所有文明的社會都會有警察 當警察可以說是對社會是一個大風險 是值得年青人考慮的 李Sir 我知道你退休之後 隨即加入了當年青少年事務委員會 為政府出謀憲計 在青少年工作方面做推動 而你近年也繼續在青少年事務方面 對香港繼續貢獻 你覺得現在香港的青少年有什麼優勢? 我退休在青少年事務委員會做一個委員 做了六年 期間就是幫政府推動一些青少年的活動 之後在過往的幾年 我就是一個慈善基金 叫做麗進教育基金的成員 我們的目的就是鼓勵香港的年青人 第一就是多讀中國的歷史 第二就是多了解國家的發展 過往幾年我都有帶一些老師和年青人 回內地看內地的發展 城市規劃 科技的發展 以及看中國歷史的文化 這個是我過往幾年的 為青少年做的一些工作 現在香港的年青人 我覺得他們是可以說是有兩個很大的優勢 第一的優勢就是香港現在的社會 經濟條件是比較好 所以很多年青人他們想需要的資源 都會有譬如說家裡照顧 或者一些好像我剛才說的 一些慈善基金的照顧 但是不是表示有了這些照顧 年青人就可以倚賴他們 我覺得香港的年青人雖然在優勢之下 也都應該學習怎樣去自強 怎樣去找法 去自己爭取一些機會 另一個優勢就是科技 這個年代科技很發達 基本上每一個年青人都會有一個手機 有電腦 很多時候是看到一些網上的資訊 但是雖然是一個優勢 但是也都會是一個危機 因為很多年青人很容易相信網上的資訊 他們不知道背後究竟這些資料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年青人 縱使資訊是很發達的年代也好 都要小心去看網上的資訊 去分析、去了解 有機會多些去問人才會很相信網上的消息 阿Sir你剛才提到 你也鼓勵年青人要多些了解一下國情 或者是中國的歷史 那其實我們有什麼好的渠道 或者方法去了解這方面的資料呢 近這十幾年很多人喜歡回內地 但是很多時候回內地 就純粹去旅遊、觀光 就沒有認真去研究一下 內地在近這二十年、三十年的發展 我覺得若是有機會回內地的話 應該是看看 譬如說內地的城市發展 內地的民生的改變 內地一些科學、科技方面的發展 香港在地理上來說 其實是在中國最南邊 我們一個了一個邊界 就是深圳可以去珠海 其實深圳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年青人可以去看看深圳的科技發展 深圳的經濟發展 再北上一些我們可以看到的歷史物物 我覺得這個優勢之下 年青人應該多些爭取機會回內地去開眼界 李Sir你剛才提到 你也有很多培訓的工作 是涉及內地的 我相信你也接觸到很多內地的年青人 在你眼中 內地的年青人 和香港的年青人 互相有沒有什麼可以學習的地方呢 香港的年青人 因為條件比較好一些 所以世界觀是闊一些的 他們有機會去外國讀書 或者去外國開眼界 內地的年青人 這幾年都開始在外國求學 或者在工作都會吸收一些經驗 但是我覺得香港的年青人的世界觀 會比內地的年青人闊一些 這方面我覺得如果在交流的時候 香港的年青人可以利用這個優點 去幫助內地的年青人 內地的年青人他們的自發性 他們的自強性是很強的 他們的求學的心是很強的 這些我也覺得香港的年青人 可以向內地的青少年學習 明白 李Sir 我聽說你退休之後 都花時間轉圓廚藝 為什麼你會這麼喜歡煮食 原因是因為我喜歡吃東西 我覺得既然我喜歡吃東西 如果能夠學會煮東西 是更加好的 所以我在退休之後 就跟一些名師 學習煮食 我從小到大都喜歡去煮東西 因為我覺得煮食有幾方面有個好處 第一就是懂得照顧自己 亦都可以照顧人 更加是可以飽肚 所以我是很鼓勵年青人學煮食 因為能夠照顧到自己 是一個自立的表現 照顧人是可以自強的 李Sir 不如我們再找一天 等你出來親自為我們示範下 煮一個你的拿手好菜 好的 一於答應你 我希望香港的年青人能夠學識 治濃 治立 和治強 金銀 盧 金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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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銀